顿悟论语的精华识金句,令你醍醐灌顶,终身受益。 论语有二十篇,每篇都蕴含了无穷的人生智慧,只要你能顿悟当中任意一篇的内容,都能从中满了而归。 就拿第二篇为正篇来说,表面上说的是从政的智慧,实际上囊括了各种人生智慧,如果你能顿悟为正篇的以下十句话。 并付诸实践,你想不过好这一生都难。 一、君子不弃,君子不弃,只君子不会只有一种才能,当下正火的斜杠青年,不正是强调跨界吗? 在这个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的社会,人需要拥有一个复杂的系统,而支撑这个复杂系统的正是多方面的才华,成为一个多面手, 才不会被这个时代轻易淘汰,二温故而执行,可以为失忆。 现在很多人马不停蹄地去学习新知识,却越学越迷茫和焦虑,因为他们越学越会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越多,学着学着就开始怀疑人生了。 其实最好的捷径,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新知识,而是将已经学过的知识反复温习,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。 相信你一定也会过有这样的体验。 同样的内容,过了一段时间再次看到时,整个人对此的理解也不一样,会有一些新的启发。 这是因为你对此的理解能力在提升,可见温故之心的重要性,能做到从就知识中学到新知识,这样的人难道不配不上称为老师吗? 三、先行,其言而后同知,古人喜欢先做后说,因为先去做了,所以在后来发言时说的话,是比较有说服力的。 现在很多人的最大问题是先言,其行而不同知,也就是光说不做,见过太多的理论专家,比如像网络上那些指点江山的键盘侠,说起理论天下无敌, 但一说到行动就躲猫猫。 这样的人因为光说不做,所以懂得了很多道理,却依然注定过不好这一生。 四、人而无信,不知其何也。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诚信,他还可以做什么呢? 三、我在之前的工作终会接触到很多企业地牢了,从中得出的规律是,凡是那些没有诚信,老是拖欠别人货款的企业都做不大,而那些以诚信为先的企业都不会做得太差。 人的诚信一旦破产,就离真正的破产不远了。 五、公乎异端,私害也已,公乎异端,私害也已,是指学习时如果往极端的部分去学,这就会变成一个公害人物。 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心理学、催眠学、教练学等课程本身都是狠帮的课程,但被引进到国内后,一些人学义未经,未能领悟到其中的精髓,走入了极端。 所以,当他们开始乱用这些学科的知识在别人身上,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时,不但没有帮到别人,反而害了别人,这些人对社会来说就成了祸害。 六、时勇武而至于学,三时而立,四时而不祸,五时而知天命,六时而而顺,七时而从心所欲,不于举。 十五岁左右志在学习,三十岁左右确立人生未来的愿景,四十岁左右不但迷惑,五时知道了要顺从天命,六十岁左右修炼,道听什么都顺耳,七十岁左右在遵守固有准则的前提下,跟着内心的感觉走。 在对的阶段,做对的事,有些过程是不可逾越的,顺势而为,才是王道。 七、学而不思则网,思而不学则待。 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惘,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停滞不前,在这个再不学习,就要被淘汰的时代。 很多人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都在学习,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在学, 却不去思考,我真正需要学的是什么,我为什么要学这些,我应该怎样学才是最高效能的。 不思考,等于白学,所以很多人会越学越迷惘,越学越心寒,而有些人是纠结症末期患者,一直在思考,却没有采取行动去学习。 你是不是有一些课程一直想上,却拖了超过一年,都还没有采取去行动呢? 如果是,恭喜你,因为你已经成为纠结症末期患者,再不去行动,连神仙都帮不了你。 8. 君子周而不必,小人贬而不周,君子周而不必,小人贬而不周,是致君子常行忠信,而不思相授受,而小人则是结党营私。 和君子一起,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大,因为格局决定命运,和小人一起,你的事业终将越做越小,因为小人只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,至于你的利益,他又怎么可能会看重呢? 9. 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之也,知道就说自己知道,不知道就说自己不知道,这才是真正的知道。 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,但正如一个禅师对苏东坡说的,道理是简单的,但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? 你应该有过不懂装懂,结果出丑的经历吧,如果有过,相信你会对,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之也这句话深有体会。 是,是其所以,观其所留,查其所安,是其所以,观其所留,查其所安,是指看他怎样做,观察他这样做的原因,洞察他这样做的心态。 很多时候,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功看似毫不费力,其实在这背后是别人的拼尽权力。 只有真正走进别人的那新世界,你才会顿悟,没有随随便变的成功,只有随随便变的失败。 以上十句话,是论语的为政篇的精华,当你能顿悟当中的智慧,并付诸行动,你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对论语,你有哪些看法呢?欢迎你在下面评论交流。